走到南韓,南韓三星電柱的完工 從十分開始發起連續三天的百工 因為工會要求公司要提款薪水 也不及去甲鑼站等破工不行 這也是三星成立超過半世紀以來 最大規模的百工 前一天就超過六千五百的完工參加 在大學中驚到看幫化學後 南韓三星電柱工會 除非進行連續第三天的百工 收入化學三星半島鐵穿外套 有幾乳清廊 不管先煮断法一直破橋 所以活動百工 這是三星成立五十五年來第一邊 剛才開營的百工 其實工會從今年一個開始 就占對新租好理跟企業進行斬破 因為幾乳邊斬破都破橋 工會要求提款訴求 除了要求加薪水 又要另外一天二天 要求將金制度透明化 變成九十公司加薪5.1%的提議 今年六月初 工會十百發動一天的百工 一天春三星說 生產這裏都沒有主動化 所以百工不作為影響 三星電柱工會 回完差不多三萬人 暗幾萬港中守四分之一 工會說 最倍第一天百工 差不多六千五百四十人 協議若過車不好 百工有可能更大嚴重 這張百工不作為影響 這張百工不作為影響 因為三星不前 只得了最後回答 永遠所生產的AI機器提供品 將會決定心修法度 衝動AI指定 另外三星現在準備購買 全新的產品 雖然外界人員 百工對三年的影響優含 嚴格強行的影響到 三星的企業形象 和導致人中等級的信心 公司新聞定位林彭昭